中越战争中,师长把儿子送往战场,儿子牺牲师他面无表情地说这番话。 说到我国近代时,我们就会想到近代时发生的几场战争,这些战争中走出了很多的优秀将领,他们大部分是无产阶级,即使自己立下了赫赫战功,也不会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沾上一点好处。 他们从小就锻炼自己的儿女,希望儿女也能顶天立地,为祖国做贡献。 我们知道战场这个地方被派乱了,几乎就是九死一生,所以政治觉悟不高,或者思想不够前卫的人,很少有将自己的儿女送往战场的。 但是抗日战争出来的这些优秀将领,他们大多数几乎都把自己的儿女亲自送战场。 有些几乎是独生子,他们并非不爱自己的子女,他们爱自己的子女同时,也更爱自己的国家。 这月自卫反击战场上,就有这么一队父子兵,父亲叫张智信是五十四军一六零师的师长,他的儿子叫张力是独子。 张力在学校非常认真,老师也很看好他,可是他却被自己的父亲派往前线,走的那一天他的母亲没两个人践行。 可是就在1979年的2月17日下午三点,张智信师长的儿子张力,在西侧草丛267高地侦察战斗中牺牲了。 这一消息被通信员和首长拦了下来,因为他们都知道张力是张智信将军唯一的儿子,这一打击无疑对他十分沉重。 可是当张师长走到人群中时,感觉到了一股压抑的气氛,在他的逼迫下他们终于将这一消息告诉了他。 知道消息后的张师长身体一直颤抖,沉默着面无表情,三分钟后他突然对各将士说,这里是战场,是血与火的战场,党和人民把这么多优秀儿女,这么多条宝贵的生命交给我张智信,我要为他们的生命,为他们的父母,为此战争负责。 之后,张智信将军就把这件事情,带来的沉痛情绪给隐藏了下来,战争结束后,部队撤退之时,张智信这才来儿子的陵墓抚摸流泪,他不仅要面对儿子牺牲带来的沉痛伤害,还要想着如何告诉自己的妻子。 回到家之后,张智信的妻子问儿子怎么没有回来,张智信师长天生就不会撒谎,于是便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他,一时之间天旋地转。 张智信的妻子陈翠方昏迷,那几次醒过来,两个老人如今已五十多岁了,只有这一个儿子,而张智信将军身体还有许多病,儿子牺牲后,两个人的依靠也没有了。 张智信 rang CC